我們要澄清一下 去年十一月北市殯葬處前副處長王秀文 才因為涉嫌 突立特定殯葬業者取得標案 遭到檢察官生壓 事隔不到半年 殯葬管理處再傳出弊案 連制署接獲現報 隸屬殯葬處的墓地巡山員 收受業者及家屬的紅包 違法包庇他們絕骨回葬 已經安葬的親屬 殯葬業者跟譚岩 這樣的陋襲早就行之有年 尤其為在新北市汽紙區的 國軍示範公墓亂象最多 連結反彈絕對是我們追求 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也是施政的重中之重 所以我們絕對會全力來配合 檢調的調查 北市公墓為簽葬的數量 高達幾萬座當中涉及龐大利益 有沒有集體收受紅包的情況 檢調已經朝貪污罪方向啟動調查 華人新聞 天地 天地 城市協調 寶貴 這樣 我 我 眠